一大群机车呼啸而过 一辆接着一辆到底还有多少 下去警方一获报 马上展开围捕拦截 但这群人车速很快 看到警察出现 马上分散飘走 两名机车其实被拦下来 但似乎一脸不在乎 刚追的那一群有几台 是遮蔽号牌的 号牌用胶布贴起来的 现场的远警用无线电 互相喊声要确定 到底拦下几台违规车辆 没有想到还是有漏网之鱼 眼前两名骑士被拦到 还想替自己辩解 车牌都没遮 但违规的行为不止这样 台北市北投警方接获报案 有一群人从新北市 暂时的新市镇飙车 一大伙人约50辆机车 让当地的居民气到睡不着 上北警方展开蓝茶 发现这群人一路飙到 北投的大渡路上 还冲撞警车 专案小组罕见报警 检察官指挥侦办 要恶促歪风 一次查获到遮蔽车牌 没戴安全帽 兴许进行路段 还有改装车辆等违规状况 半夜不睡觉 扰人安宁 改装机车沿路狂飙 自以为很帅气 还拍下不少影片 这回警方一次全抓 查获到一名21岁的游戏男子 涉嫌带头组队出门飙车 最后抓到的其中六个人 被送地检署附讯 有两人五万元交保 另外一名撞警车的三万元交保 统统都得付出代价